嗨 各位小财神 今天大家过得都还好吗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主题呢 就是你画面上看到的这个 A 接口改叉 B 玉山改叉 你觉得哪一个对你的影响比较重呢 还是来跟大家就是问候一下 今天过得都还好吗 如果你觉得今天过得还不错的话 也许接下来的日子可能就会难过了 怎么讲呢 就是呢 其实在10月开始呢 其实也是第四季啦 2020年的第四季有不少的卡片要开始进行 缩水了 你都准备好接招了吗 如果没有的话呢 该怎么办 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那我来先看我们的这个最主要的画面 就是我在我的这个Facebook有分享一个问题 来询问大家的意见 就是说网络上这个很多的传言 有人打电话进去这个所谓的信用卡中心来询问说 接口会不会改叉 然后玉山会不会改叉 结果得到的都是一些比较正面的答案 就是说接口可能4.5%的价码没了 那玉山ONICA的里程 点数计划又会改 改得更不好 那到底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看就是我们网络上的一些小财神 大家最care的点是什么 那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进行 就是事先防范或者是找出一些替代的卡片 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 也请大家就是全神贯注 赶快来就是看看这个逃难潮到底要逃到哪里去 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就赶快先按赞留言分享 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 让身边更多的亲友知道有大事要发生了 然后不要再傻傻的就是照用这些卡片 你可能就是都被卖了 然后还在那边数钱 不要这个样子 卡片回归变差了 我们就乖乖的换一张卡片就好了 好不好 那这是不暂之最大 因为所有的银行 他们出来就是要做生意的嘛 那也许上市的蜜月期过了 那当然有可能就是要收摊了 他就是要开始收割了嘛 割韭菜了 所以呢 如果你不想要当第一波被割韭菜的 请你就是关注现在的影片 立马进行调整 那你就不会就是刷卡的时候 用到回馈比较差的卡片 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也可以跟大家讲啊 就是接口的卡片 我最主要都是用在缴水电费嘛 那还有就是 你在街边店 有时候可以扫码支付很方便 那当然就可以用 另外的话呢 就是像遇上ONICA 其实我在他今年六月底 说要改叉之后 我就没有再用了 尽管我上一年度我刷了一百万 但是后来我都不用了 所以我当然是知道说 他的回馈率只会越来越差 那他已经没有心要进行这个会员制度的话 我干嘛又要再把我的刷卡 就是砸在上面呢 我当然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啊 所以我希望我的这个消费决策呢 也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 让你去知道说其实你有更多的选择 而不是只有一位的使用 就是单一的卡片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看就是 所有的粉丝朋友们 小财神们最关注的议题是什么 来往下看 就是老朋友林先生他讲说 他最想知道的是接口 因为接口的通路有很多 那改叉了到底要用什么卡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 因为接口是大家都很常使用的一个行动支付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问大家 接口支付虽然说首饰上月有6% 然后甚至指定通路还是怎么样最高来到8% 不过呢 是不是也有一些行动支付的回馈 有来到8%甚至9%的回馈 其实有嘛 就是永峰必备卡 但是永峰必备卡的门槛比较高 是因为你必须要放8万 或是要放到多少 20万的外币 等值的台外币的金额 那你才能够享有这个额外的加码的2%到3% 但至少基本也有一个5%的回馈 如果你都符合资格 其实你是可以拿到6%到9%不等的回馈 所以如果你想要就是行动支付拿好康 其实有一些卡片你是可以关注的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跟大家分析到这边 那再来这个密局吴说 玉山当初为了亚万 目前没有第二张亚万卡 其实一般人大部分都是路行者 这路行者的意思就是说 你是在陆地旅行的 这个一般的消费者 你不太可能靠着不断的飞行 然后来累积里程书 你可能都是用刷卡的方式累积 所以这个时候当然我们要去蜘蛛计较 关于这个年费 跟你的刷卡能够换出多少礼数 那现在因为玉山的卡片改差了 这个only卡它的兑换比例改差了 6月到9月是一个门槛 然后10月以后又是另外一个门槛 只会越改越烂 这个真的是不用做预测 这个10月1号一公告你就知道了 那你还有必要留着吗 也许以前是说level4以上还值得留 但是如果他再改更差的话 甚至你的level5都不值得留了 那这种情况之下 你还是要回归到一般的年费卡 来去取得比较多的这个所谓的刷卡优势 比如说国泰四华的这个 那个亚洲万里通联名卡 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还ok的选择 因为就是年费1800 但是你有很多地方都可以10元1里 但是如果你真的连费都不想缴的话 也许就可能要先使用的是 比如说汇丰的旅人卡 它的轻旅卡的等级是 不分海内外20元1里 它可能就还蛮适合 就是初接者去使用的 那这个的话 其实我在这个 接下有一集下班经济学节目里面 都会跟大家分享 会有三张卡片的比较 台新国泰航空联名卡 然后国泰四华亚洲万里通联名卡 跟汇丰旅人卡 这张卡片 大家都可以自己再去研究一下 有没有就是适合自己的卡片 想缴年费的 有缴年费的玩法 然后想免年费的 也有免年费的玩法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TAMMY里说 B虽然说变差了 但是没有更好的选择 就是玉山的部分 分期付款的倍数回馈 还是一样算新位 Level 5的点数换现金回馈 仍有到3%多 现在只能拿来账单折底了 它每期最高只有2000不能多 所以我个人觉得 就是能够换里程 当然是最好 是因为它有倍数放大的成效 但是如果你只能够换现金回馈的话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卡片 都有现金回馈超过3%以上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你反而也不见得 一定要在琢磨于这张卡片 琢磨于这张卡片的原因 当然是因为 你可以有这所谓的倍增的效果 那现在这个东西 已经被玉山给压下来了 就是回馈没有像以前讲的 那么的亮眼 那么其实拿来换现金 我个人就觉得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用了 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一点 那再来这个 江卫理想说 玉山上一季改规则之后已经很少使用了 所以影响不大 这个也是跟我一样 我后来我就换其他卡使用了 那胡雅廷说 都没差 小胜说 最怕麦配变差 17号的回馈没了 我会怀念每个月17号手抖下单的日子 然后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心得 谢谢这个 这个胡小姐的分享 每个月17号 LinePayMoney都有一些额外的 这个所谓的下单的优惠 那这个部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你还是要去看自己的消费情况来进行下单 最好是每个月就只消费这一档 那你当然可以省最多 如果是为了消费而消费就不划算了 这个说胡小婷说 王莉亚说真的17%超狂 何止厉害的都可以拿到不几17%回馈 但现在让我们缅怀他就没了 这个佩佩玲说接口改叉 王思思说 接口虽然说我还没办御山 这个Nick Joe说御山 可是我今年等级样式level5 只是累计金额归零 这样也不值得用吗 我要回答这个Nick的答案的问题 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们都可以换卡了 我自己本身现在主力就已经换到其他里程卡了 比如说旅人卡或者是现在正在努力累计充48万的中信黄连明卡 然后接下来我也会开始使用这个国内室外亚就万里用连明卡 所以这些卡片都是提供大家参考 那现金回馈会更简单的嘛 就大户卡不然就是J卡 就这两张选择或者是联邦卖点卡 其实选择就这么多 其实我觉得没有很难 就换卡就好了 Ashley说改叉是一定的 改叉就用别张卡 没错 这个Ashley零说改叉了什么 就有人回答了 8%变5% 就是变得比较差 这样子 Dedash说接口改叉 黄润庆讲说接口的替代性很高 其实可以啦 因为你就算不用接口连明卡 其实你还是有一些 这个行动致富高回馈的卡片 你拿来做替代其实也不错啊 这个玉女说没叉顶多剪卡而已 这个Fiona高说接口改叉 黄润翔说逼10月1号开始便利超商 就不能够用条码支付 这个也讲的蛮好的 就是说 你就用这个扫码 Apple Pay之类的感应支付就好了 就扫码不能用 但是你就是使用这个感应支付的部分 还是有回馈啦 所以优备的卡到底是不是应该减呢 我个人觉得好像没有变到那么差 至少它是无门卡就给你回馈 所以你就还是可以刷这样子 那林玉祥说 哦哦算是我最想去的是小七 我觉得在小七我可能 现在反而会先用橘子支付 因为橘子支付你还可以有8%的这个 零用金回来嘛 你还可以刷卡呢 所以我觉得 其实你要在小七拿到8%10%以上的回馈 我觉得没有想要走那么难 因为很多的厂商都在竞争这一块 所以玉山退出也没有差 因为你就用更好的就好了 这个金恩菜说 有人知道玉山是改成怎样吗 没有人知道啊 他们又不会跟我们讲 林彦祥说 A接口改叉 陈静怡说 接口改叉 Jeffrey 这个B 这个虚拟说 接力改叉 这两张都没有不怕 这个拼愿权也不错 林浩子说 A接口改叉 老朋友 这个 啾啾黄说 B 然后 Maj Maj Chain说 B 支付的取代性比较高 所以 我觉得 大家都还是有一个很明确的选择 我看现在好像 A A蛮多的 B也不少 对 这个 非常的有趣 AB 大家都去AB 非常好玩 好来 那后来的应该是 大家要举手选这个 B 绝对 这个好好笑 这个吴先生他也不错 他有做了一个这个连结 大家也可以等一下去看 这样子 ABABAB 这个很有趣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这个网路上一些论坛 大家的这个 讨论的心得 你就会稍微知道一下说 现在什么权益改叉 然后你又有什么 可以做替代的 其实是很多很多的 这个乡民都会 做这个分析 所以你们可以再看一下 这样子 这个IM6250 说希望台新再次发挥 白海豚精神 这很蛮有趣的 关于白海豚的故事呢 我们会在10月1号的 理财链消费 我们的第三集节目呢 就是这个主题 那也非常欢迎大家 一起来收听 所以今天的话呢 我还是有跟大家 稍微提一下 就是说 我关于 这件事情的想法 就是 到底 改叉这件事情 对我们来说 到底有没有影响 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 对我来说 影响还好 影响还好的原因 很简单 就是因为 其实 它不会是我的 主力卡 我以前曾经很期待 就是说 比如说 遇上only卡 它可以 在我的生活的 比如说 吃穿用度上面 都是用这张卡片 然后我累积了 大量的 红利点数 然后你可以 折底现金 你可以 换便利超商的 礼物啊 那个 食物之类的 就会变得很好用 但是后来 它其实 兑换比例 慢慢的变差 我就觉得说 真的很可惜 它推测一个 这么好的制度 但是因为 新的头头上任之后 它可能就是 改选一撤 所以这张卡片的 这个 不论是里程 兑换比例 还是怎么样 就慢慢的 就越来越缩减 变成说 其实你就算是 红利13倍 好像也没什么亮点了 那接口的部分的话呢 我觉得 改叉这件事情 是必然啦 但是我觉得 因为现在是一个 行动致富的战果时代 所以 其实你真的 真的有非常多的选择 像我的话 我就会优先选择 用必备卡 那再来的话 就是张仪买了卡 如果没有变更烂的话 你只要有登录到 那么你都还是可以 拿到类似 奇葩的回归 虽然说上线只有 多少 刷2000 上次算过嘛 2400多 我就封顶了 但是呢 我觉得你2400多 绑在这张卡片 绑在 接口支付里面 进行刷卡 也是高回馈啊 我觉得 这个都是大家 可以去把握的部分 就是说 你永远都有 更好的替代选择 而不会就是 这张卡片一死掉 你就死光了 其实没有 我觉得 台湾的金融市场 竞争就是这样 就是说 它好像是一个 生长健全的 一个森林 一个热带雨林 那如果 不小心有一场大火 烧掉之后呢 你可能有一些原本 就是很不错的产品 不见了 但是事实上 竞争激烈的关系 所以马上就会有一些 雨后春笋的 一些树就长起来了 它马上就会取而代之 就是会展 立马就是建构 自己的一片天 所以我觉得 就算这两间银行 它陨落 这两张信用卡陨落 也没差 反正会有更厉害的 信用卡 更厉害的产品 推出来嘛 所以大家就是 只要拭目以待 你也别忘了 接下来还有 纯网银的竞争 那这三间 纯网银 开始就是 缆克之后 是不是也会对市场 产生一些化学改变呢 我相信 到时候所产生的 化学效应 会更猛烈啊 所以我反而不担心说 现在的一些信用卡市场 的变差了 或者是说 逐渐淡出 这个竞争市场 我觉得都没有差 最好是赶快就死光光 然后这样才有 其他更厉害的可以上来嘛 像今年的下半年 其实 像永峰的信用卡 就非常的厉害 它就是 Sport卡 然后还有就是 必备卡 一张一张起来 当然它有一些权益有限制 比如说 像那个 我们的梦醒卡 这个加油的部分 但是它还是有一些主力的卡片 一直不断的在推成初心 所以我觉得 有这种太弱流强的方式 来让台湾的信用卡 更有竞争力 我觉得也不错 那最后就是 还是老话一句 包括梦金句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还是那句老话 就是 有花堪则持续则 末代无花空则之 这个已经解释过很多遍了 现在有好康 现在就立马办卡 现在就立马A好康 然后都先收割完毕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准备下车了 你就不要傻傻的 就是到最后一刻才上车 然后银行刚好那一刀下来 砍下去就砍到你的头 然后你就变成韭菜了 不要那么蠢嘛 现在在跟你讲 很重要的就是 现在人家已经要开始要逃难了 那你就知道怪怪把这张卡片收起来 就不要再用了 基本上有一个很明显的指标 就是我在粉丝业上面跟你讲说 我现在都用什么卡 它其实就是现在的流行趋势 跟最先进 最前端的一个好康 那你就不要就是 冲而不稳 好不好 稍微看一下 稍微知道一下 目前最新的流行趋势 换那张卡刷就对了 所以今天 其实我觉得这个议题 没有非常困难 就是 金句嘛 老话一句 有花堪则持续则 有好康就赶快拿 就这么简单 希望今天的解释呢 能够让你稍微知道说 不管将来接口的 这个卡片权益如何变差 或者是预算的卡片如何变差 你都有明显 而且可以做的配套方式 然后来做营运 最简单 第一个就是办 台北富邦J卡 3%什么都不用担心 第二个 你就是用联邦卖点卡 2加2 国内也有4% 在上限只到200了 200的话就是回馈 就是刷1万 1万以内都是4% 超过1万只剩2% 我觉得这也都是很好的选择 再不然你就学我 跟我一起用里程卡 不也是 就是刷卡刷的爽歪歪吗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希望今天的内容 能够对你有一点 就是启发跟知道 说要怎么改变自己的卡组了 不要再傻傻用这些卡片了 换一些输出力高 输出力猛的卡片 你的生活呢 其实你会过得更快活 就是这样子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内容 然后觉得不错的话赶快来订阅 然后按赞留言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好不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最新最棒的市场快讯 好不好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